我们上一节啊给大家沟通了叫做思维的领地 思维领地这个概念啊可不可怕呀 当然可怕了 你看很多人都在学习都在改变啊 但是的话呢就是无法成功 就是因为你的思维啊过于领地化了 那有人就问我了 说红鹤啊你告诉我 这个性格是不是无法改变 或者说特别特别难改变呢 不有那句话吗 叫做江山一改秉性难移吗 是我这个性格真的改不了了 我以前啊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十年前啊总是认为红鹤的性格就是这样了啊 就是干事的值的啊 不会其他的一些性格的改变啊 情商比较低啊 智商比较高 后来我慢慢的发现 我的情商也可以高 我的性格也可以改变 因为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今天我分享给所有所有喜欢我的人 第一个关键词叫做每个人都有两面性 那你比如说说红鹤你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呢 其实真正真正的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红鹤是一个内向的人 是一个相对来说不爱表达的人 那为什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做短视频呢 大家认为我是个外向的呢 哎 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事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真实的内我和社会化的外我 你看啊 很多人都愿意什么呢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都是什么 花钱的多消费的多 是不是 比如说我有什么爱好 我喜欢啊 比如说我就坐在家里 我看看电视啊 喝喝啤酒 我喜欢啊 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让你赚钱 跟人民币和工作创业的事情还有点远 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必须要加重我们的外我啊 我们要工作 工作你就面对了人事和是非 然后你要创业 创业你就面临着什么呢 格局担当和容忍啊 和合伙人 你如果不面对这些不改变外我 那你怎么能够有名和利呢 所以性格是可以改变的 性格的改变之初就是看到了两点 第一点你要明白哪个是内在的你 哪个是外在的你 如果你跟你爸和你妈 跟你儿子跟你老婆说的话 跟别人说那你就什么二哈了吗 是不是有些话可以自己人内部说 有些话外部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分辨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明白 我们每个人都在什么呢 加强外部的那个我啊 所以你的性格要收一收 那是内部的事情 那是你跟你爸和你妈之间交流的 那个手段 那个思维 你要想进入社会群体动物 你就要什么把外部的那个我释放出来 压制和控制自己的什么原始的思维 然后呢 加强和提升自己的外部思维 比如说社交化思维 如何更好的做好这一点呢 那就需要第二点 就是什么 就是名和利 很多人看到了名看到利 他的性格就能改 打个比方啊 诸位 如果大家能够改变性格 点个赞 我给大家五万块钱 你想想能不能改啊 因为你看到了人民币 你肯定改了 再打个比方吧 说你到我这来打工 我给你五千块钱 给你一万块钱 五千块钱要你呢 按照你的个性来 一万块钱将提成 按照什么呢 按照我的个性来 那你说你能不能改变 肯定会改变的 所以很多人说不改变 是因为你跟人民币 跟你的名 跟你的利 有点远 打个比方 说我现在就不会说 我给你五万块钱 你只要拍一条 就给你一千 你肯定会说 你肯定会做自媒体 是不是这个道理 说呢 我不会写 我一条给你一万块钱 你也肯定会写了 你怎么能不改变呢 所以呢 当很多人啊 看不到人民币 看不到那个名 看不到那个利的时候 他什么呢 他不是无法改变 他是大鸡 你这个扯淡 红贺 你天天不干正事 你怎么不上专场 搬砖去呢 你就在这讲短视频 所以他敢说这句话 敢打尽你 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人民币 没有看到你做这件事情 背后的逻辑 不懂你名和利 背后的那个什么 商业的套路 所以啊 不敬重 我今天告诉大家啊 要想改变你的性格 首先要看到人民币 看到名 看到利 然后你要明白 哪个是自我 哪个是外我 这回你就能够懂得敬重了 只有做好这两点 你的性格才能改变 改变性格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 营销相关的事情 今天听完之后 千万不要对自己说 说我的性格改变不了 很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能改变 谢谢